香港示威激进分子的行为,除了扰乱社会秩序以外,还给青少年代去了负面影响。 8月11日,网络上流传出一段数名学生在和文田于镇强纪念中学天台演练冲击场面的视频,引发了诸多市民的不满。 有香港媒体质问,在社会动荡之际,学校天台竟沦为暴徒培训基地。校方昨日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事件,同时指出,已对涉事者教育,劝导并将严谨跟进。 学校对于事件带来不安深表歉意,香港文汇报8月12日消息,共有8名青年疑似在学校天台上为冲击演练,其中4人并排做准备。 一人高举美国国旗,另三人手持一丝长短枪状物体,一声令下冲往天台的另一边。 其余人等则在旁边观察呐喊,还有一人站在桌上一丝拍摄或指挥。 报道指出,这个视频让许多香港网友哗然,质疑学校提供场地给暴徒做培训联系。 有香港网友表示,要校长开记者会向全香港市民交代。 一些网友则表示,学校怎么会不知道,有激进分子渗透到学校来练习冲击活动,校方要追查到底,不然真的会变成养蟑螂的学校。 还有网友表示,强调需要教育局介入,严查校长和教师。 教育局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可以让那么多激进老师在各大、中、小学渗透。 昨天,于震强纪念中学于学校官网发布声明,确认事件发生于8月5日,有校友和学生持美国国旗及气枪在天台奔跑,期间发出气枪射击声响。 校方强调,这些行径没有获得学校法团、校董会及教职员工认同,也不代表学校立场。 声明解释称,当日是校内气枪射击学会练习,活动完结后有校友和学生与老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因贪婉而作出相关行为。 老师得知该事件后,立即对涉事校友和学生做教育和劝导。 而据学校调查,美国歧视由一名校友带回,校方事前并不知道。 该学校还强调,会继续跟进和辅导相关校友和学生,确保他们明白,其行为可能衍生误解和负面影响。 对让各界产生误会或带来不安,校方申表歉意,并承诺会证实该事件,严谨跟进并监察相关学会活动,避免再次发生。 近来,香港是为激进人士的一系列行为,对香港地区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给青少年,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带来了困扰。 此前,在一封香港读者给观察者网的来信中,一位家长就表示,发生的暴力事件,让他的孩子变得躁动不安。 他也呼吁家长,不应该觉得目前的政治风波和自己没有关系,尤其要注重引导身边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很多家长的中立,才助长了这些青年人的行为越演越烈,后果就是到最后他们再也控制不住孩子了,失控了。 此外,据新华社10日报道,9日下午拔示威者,美国国旗的香港女侠,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神情激动。 指责一些政客利用下一代,不要利用下一代,政客是最贱的,不要让他们做了政客的剑拔。 近日,大量重要证据被曝光,使扰乱香港的幕后黑手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港独分子与美国外交官的私下会面。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表示,美方频频插手香港事务,必然引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愤慨。 美国务院发言人首先应反思自身的言行,不应拿媒体报道说是,借此攻击指责别国政府,更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企图以此掩盖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的民心不可辱,民意不可欺,我们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